无脑角色又来了 巅峰局都随便溜了 就等你来打我对不对 随便嘛 这个总角色选出来 就是随便赢的 真的巅峰局 管他什么巅峰局 什么人绑局 什么什么什么鸟局 反正选出来花价 什么随便嘎嘎乱杀掉下打 这有点慢的 哎呦什么溜不了的 就是完全就这么远 就绕一月里 真的有的时候 不是我讲话太粗鲁 真的就是溜鬼就是这样 咱们学一些角色溜鬼 溜得爽一点 开心一点 游戏打起来再得多快乐 啊就是得刚起来啊 溜鬼爽 一个字爽 非常非常爽 这边吸两口好没关系 打嘛对不对 给你打就给你打对不对 那打还打空了 为什么因为2%的加速 你知道这些就打不着 哎呦咱来博也不来呗 以后打到我了没关系 飞毛腿 飞毛腿啊对就是飞毛 开机我们的飞毛腿 飞飞飞飞 跑起来跑起来 你就来嘛对不对 随便啦 真的画家这个东西 真的太简单了 我觉得真的真的 就是就是有所就能上 上这个什么人马 给你夸张了啊 甩掉他了来追我 很好溜鬼 出画家教学 你不是很多人想看吗 但是到时候出画家 画家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他打了 要他按了一声 有没有展现好了 骗他一下 他好呆 我发到不追我 你知道吧 而且小鱼说的比心 特特有些小鱼 我都不追我 倒不是说 倒不是说 他闪的闪的 没机会骄 哈记屁股后面 哇 这个杂技真的是主播吗 怎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不太像呀 没飞过来啊 这把已经够了 投降车都已经用100多秒了 不过这是匹配啊 画家很简单的 手里角色都是很简单 在我眼里都是很简单 都是有公司 一样照抄就可以了 我只是走了 聊不聊呆呆呆 苏科的婆婆什么东西 叫我用哪子打开玩笑的吗 这种产品是电源的